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于是这个5月14号的时候 现任社长的就是已故前社长的外甥女 专门录了一个录脸的视频 提他的舅舅道歉 表示给一些小朋友造成了心理意义 给大家添了麻烦 以后一定要好好地改造公司文化 等等等等等等 大家这样的一个内容 其实之前我也收到了不少观众的私信 说希望我讲讲这个话题 这个私信的观众说 看这个新闻它又是日本又是娱乐又是社会文化 老斯里一定很关注吧 要不要来讲一讲 这个事情我不是不关注啊 反而是因为关注的有点毒 那所以不知道应该从何讲起呢 网上呢其实也已经有很多的解读内容了 那说老实话蛮多内容 我觉得还挺惊悚的啊 比如科普日本娱乐圈文化多么多么糟粕啊 这科普这个杰利斯事务所多么多么邪恶呀 那还有不少说这个杰利斯偶像就是美国文化侵略日本的阴谋啊 这个事我一定要吐槽一下 的确美国一直在文化侵略日本 而且根本不是阴谋而是阳谋啊 尽管这个被认为有性骚扰行为的杰利斯前社长 他是美国籍 但是美国的文化战略里那我想应该不包括创造杰利斯偶像 至少是不直接包括 那如果有观众对美国对这个日本的文化战略有兴趣的话 我想可以参考一下啊 这本书就是这个日本研究者杜鞭靖所著的美国文化中心 美国的国际文化战略啊 这样一本书 就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考一下 那还有一集我这个视频也不准备讲很多啊 这个什么日本娱乐圈文化多么奇葩 多么封建糟粕怎么怎么的啊 不准备讲这个内容呢 反正已经有很多视频和公号讲这个了是吧 那我再重复一遍等于我也有责任对吧 那今天重点想讲的是另外一个角度 就是舆论的角度 那就其实很多年以来呢 日本媒体和民众 那说白了其实都默认 都相信那日本的这些娱乐事务所当中 有很多很多不健康的事情 那可能像杰利斯事务所前社长这种 被认为骚扰小男生的会比较少见 但是骚扰女性呢 骚扰甚至是骚扰小女生的这种现象 那肯定是很多的 其实是男是女都一样 它都是上位者借助自己的金钱和权利 对下位者员工进行职务压迫 权力骚扰 那你说这些现象 媒体和日本社会他会不知道吗 那不知道是不可能不知道的 甚至日本的一些影视作品里面 他经常还会出现一些反面人物的形象 那让人一看就觉得 哎呀这是在影射某某某社长吧 但是呢影射了就影射了 大家看个乐子就是散了 所以我也看到一些评论在这个骂粉丝 说这个粉丝脑残 支持这个变态行为 但是说白了 那日本整个社会 整个媒体 他的态度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粉丝也是普通人 你让粉丝能怎么办呢 所以那么问题在这里就来了 为什么日本社会和舆论 突然变得这么愤怒 突然变得这么正义感爆棚 大家集体团结起来 一定要杰利斯给个说法 那说这样一个180度的社会大转弯 是怎么来的 那这是我今天想要聊一聊的东西 就关于这个已故杰利斯前社长 名叫杰利斯喜多川 其实之前他也一直是个 日本媒体重点关注的人物 日本媒体对他的态度 原本就是非常复杂的 当然他本人也是一个非常复杂 非常有多面性的人 就是从好的方面来讲 这个人还是一个美国人 一个归国日桥 他在日本本土本来是没有什么根基的 所以他和他姐姐一起 也算是白手起家 创造了一个偶像帝国 说起来也算是一个成功学的励志故事 这么去讲好像也不是不可以 而且在这个杰利斯事务所 做大做强之前 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娱乐文化 它主要还是针对男性的 而这个杰利斯事务所 他明确他说我这个文化就是 基本是针对女性 那当然这种偶像文化 今天看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那我们可以再讨论 但是客观来说 放到这个事务所成立的 那个时候的社会文化状况 我们可以认为这个事务所的成立在当时 还是可以说有一定的革命性的 那还有就是客观来说呢 那这个杰利斯喜多川 他在社会功德上的表现呢 也是可圈可点 那公司做过很多慈善活动 那公司的这些偶像他们至少在表面上 都是这个要求符合社会道德 要求传递正能量 那所以做一个偶像 即使是表面功夫 你该做的总是要做 那还有就是这个杰利斯喜多川呢 很喜欢自编自导舞台剧 那虽然这些舞台剧的内容呢 很多都很扯 但是里面呢 它每一个舞台剧里面 基本都是一定强调要反对战争 要热爱和平 虽然我以前经常说 因为日本整个社会的和平思想很虚无 但是每个个人的和平思想 我还是很尊重的 那所以归纳起来 就是这个杰利斯喜多川呢 他作为日本娱乐文化 黄金时代的缔造者之一 可以说身上还是有很多 可圈可点的地方 但是反过来说呢 这个人的负面真意点也是很多的 那首先就是 比如说有这个很多保守的日本民众 觉得你们一群这个年轻男生 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去娱乐旅行 实在是太没有我们日本民族的武德了 这样下去 我们日本会被男偶像毁灭的 那确实有很多人这么想 那不过我觉得这种想法还是夸张了 毕竟安倍晋三都没有能够毁灭日本 杰利斯偶像哪有那个毁灭日本的能力啊 那接下来就还有另外一些民众 他们的想法没有那么的极端 但是他们也觉得 杰利斯偶像这个养成方式 是不是有点问题啊 一群这个小男孩十来岁就被放在一起 就开始学习怎么讨好观众怎么赚钱 而且他们互相之间竞争非常的激烈 非常的卷 那还要学习这个对公司的大人们 察言观色 就觉得哦好像这样 不太健康啊 是吧就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 那还有一些观众呢 他们就觉得哦 这个杰利斯事务所里搞垄断 使这个日本的偶像文化缺乏活力啊 是吧所以有很多很多 这样的负面意见 而对于这个杰利斯系统商本人 他在日本的大众舆论里面的负面形象 主要有两个 那一个就是说他作为社长 那比较专制啊 根据自己个人的喜好 去安排公司里的小男生们的命运呢 从十几岁开始就反复的PUA这些小男生 给他们洗脑 比如说就洗脑说 谁谁谁你就是天生的大明星 谁谁谁你就是天生的洗脚臂啊 这样的感觉 那就觉得还蛮不健康的 而另外一种负面的形象呢 当然就是现在吵得沸沸扬扬的事情 就是性骚扰小男孩的问题 那关于这个性骚扰的传闻呢 其实已经好几十年了 真的好几十年了 就是相关的这种书籍 那日本市面上相关的书籍 我感觉没有几十本 也有十几本了 那外印象中早年比较有名的 应该是一位叫这个 北宫次的这个钱杰里斯偶像 他出了一本口述自传 他在里面就爆了很多这个事务所的料 那集中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 那其中当然包括也讲到他自己 以及其他的艺人受到这个骚扰的事情 那是吧 就当然是里面很多很多的各种 非常送人听闻的事情 那这本书出来之后 当然也没有特别大的影响 那因为说白了 就是日本这种书是非常多的 那内容都非常有冲击力 那这些内容呢 也会有人看 看了呢 也会相信 但是看了就看了 信了就信了 它也不会产生社会影响 比如前段时间 那也是有一个大事情 就是安倍清三被刺杀了 所以日本舆论当时就开始疯狂的报道 一个叫统一教会的宗教团体 这个时候大家就好像突然发现 哦原来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 市面上就有很多很多研究 这个统一教会的书 但是大家之前一点都不知道哦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那说回这个杰利斯社所这个事情呢 说白了 我觉得日本民众的内心是相信的 因为这些各种各样的书和小报的爆料 它尽管没有办法验证 但是它又完全符合一般民众 对杰利斯社务所的刻板印象 那就觉得娱乐圈嘛 那反正全是俊男美女啊 事务所老板这么有钱有势 那肯定会骚扰艺人 那就是这么一个刻板印象 说而你杰利斯社务所 你找这么多漂亮的小男生 那你肯定会骚扰他们呢 所以这就非常的符合民众的想法 所以大家也会默认 真的是有这么一回事 但是相信归相信 这个日本民众也不会说什么 因为严格来说 那就是法律上没有办法制裁 那因为在法律上 那说句老实话就是 不管什么国家 那其实法律它都是这个样 就是它对于性骚扰是很难界定的 那就是你怎么界定呢 你是根据行为内容来界定呢 还是根据行为后果来界定呢 还是根据主观感受来界定呢 就是我们现在整个世界上的法律理论 暂时都还比较难解决这个问题 当然这个全世界的国家现在都在努力 但是目前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 那当然还有很重要的就是 性骚扰在法律上它很难取证 就是你很难获得科学意义上的客观证据 那我们就更不用说 还有各种各样法律之外的因素 实际上在这个杰利斯喜多川在世的时候 杰利斯司务所曾经和这个日本著名八卦杂志 周康文春打过一场官司 那起因就是周康文春当时高强度的输出了这么一波这种八卦 当然杰利斯司务所就告周康文春诽谤和侵犯名誉 这个官司的结果就是一方面 表面上看杰利斯打赢了这个周康文春要赔钱 而且被限制爆料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其实法院的判决 这其实也没有完全否定文春的报道 而且因为这场官司它被媒体广泛报道 所以大众就更加相信 这个杰利斯事务所里面确实有这个性骚扰 那所以这个官司也就表明了一点呢 就是说如果事务所的艺人 他们的确受到了性骚扰的伤害 但是他们也很难走这个法律的程序来保护自己 但是如果仅仅只是爆料的话 那读者即使完全相信了这些爆料 那大家也会觉得 说我们都是守法公民 对不对 那法律都不能审判 难道要我们来审判吗 那所以看看就算了 当然这种想法也挺自然的 法治社会嘛 那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站在日本民众的角度 那就是一方面 大家私下里会八卦说 哦你这个杰利斯事务所呀 有很多黑幕啊 你这个老头子坏得很啊 但是另一方面这个日本媒体和大众消费者 照样为杰利斯偶像买单呢 杰利斯的偶像团体照样会成为国民天团 那就是大家私下的八卦和公开的社会消费事 分得很开的 那我们说白了 只有日本是这样吗 也不是对吧 那比如韩国拍了那么多非常激烈的批判政府 批判社会的电影作品 然后呢又比如说我们都知道这几年美国的me too运动 是非常的激烈 很多知名的娱乐人物 艺术家都因此翻车了 但是美国娱乐文化发展这么多年 之前你美国娱乐圈是没有性骚扰呢 还是说大家真的不知道呢 所以对普通的那种 普通的娱乐消费者来说 这就是生活 那这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日本都是如此 那么这次为什么日本舆论突然变得很有正义感了呢 为什么突然180度转弯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 因为西方媒体先下场了 而且最重要的是 西方媒体并不是单纯的揭露说 杰利斯社长有性骚扰问题 而是地图炮整个日本社会 那这下日本舆论和大众就坐不住了 毕竟日本社会非常害怕的一件事情 就是被国际社会说白了 就是被西方媒体嫌弃嘛 那上个世纪80年代 日本社会突然开始严打政界的贪污腐败 他导火索就是美国媒体集中报道了洛克希德案 简单来说呢 这个案子就是一个美国公司通过一个日本公司 贿赂日本的很多政治家 帮助这个美国公司在日本发展业务 这个事情最后还牵扯出了日本政治界的大佬 前首相田中角容 因为是美国媒体先报道的 那所以日本民众特别的愤怒 所以都要求坚决追查这个事情 那最后田中角容也被送上了法庭 还被判刑加罚款 不过由于这个审判的程序拖得太久 所以终审判决下来的时候 田中角容都已经去世了 所以这次杰利什四目所这个事情 虽然跟洛克希德案的性质差得很远 但是同样的西方媒体 都是因此地图炮了整个日本社会 那今年三月份的时候 BBC就放了一个纪录片 那说是纪录片 但其实这个片子里面 也没有做什么很具体的调查 没有特别多的干货 他就是把日本人之前已经知道的各种传业 复读了一遍 做了一些这个访谈 然后重点就放在阴阳怪气日本上 整个纪录片里面就是那种BBC滤镜 和那种东方主义的猎奇视角 明里暗里的给观众一种感觉 好像就是哦 因为日本这个社会文化特别奇怪 日本人的想法心理都特别神秘 所以民众和媒体对于杰利斯事务所的恶行都视而不见 是民族劣根性 不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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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说句老实话 我觉得媒体来揭露不良现象 那我觉得是挺好的 但是BBC这个纪录片的感觉啊 那就是BBC它自己因为它有前科嘛 公司里也存在着多年的性骚扰 还有儿童节目主持人骚扰小演员什么的 是吧 今年才被爆出来 那是不是我们也该说英国的社会文化特别奇怪 英国人的想法心理都特别神秘 英国人也有民族列根性啊 是吧 所以按照你这个逻辑 所以这西方媒体就是 你就是论事不就好吗 你非要带着点这种居高临下的西方主义 把别的国家的人民都描绘成问题儿童 按头一起反思 何必呢 当然之所以我会这么想 因为我是中国人嘛 我是不爱反思的中国人嘛 是吧 但是呢站在日本的角度啊 因为大家都很喜欢反思 既然被这个BBC地图炮了 那就不得不重视这个问题 但是呢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日本媒体是可以选择 要不要去认真验证这些爆料的 那在过去当杰利斯喜楼川还在世的时候 日本社会就自觉的并不想把这个事情闹大 所以主流媒体那个时候也会非常的自觉啊 就会说哎这些都八卦爆料了 是没有办法验证的 所以大家不必认真 而现在呢这个杰利斯喜楼川还已经不在世了 而且西方媒体呢也用这个事情来地图炮整个日本社会啊 说反正你们日本社会就是包庇坏事啊 你们不是真正的文明人啊 传递这样的一个重点呢 然后日本主流媒体和大众也get到了这个点 所以大家就觉得哎呀 别验证是真是假了 已经来不及验证了 赶紧道个歉赶紧把这个事情解决 那所以这是主流媒体也飞快的下场了 就是大家一起努力的塑造一个非常文明 非常开放的日本的形象 OK那看到这里可能有观众会想 哎这不是挺好的吗 说日本国内他的确包庇了心骚扰 这个不好的事情啊 主流媒体不闻不问 要靠外国媒体来施加压力 杰利斯才认错 说明国际舆论很有用 很重要啊 客观上来说 那这件事情上西方媒体的地图炮 那的确是起到了一定的这个作用 但是呢从根子上来说呢 这里又有一个问题 就是在杰利斯这个事件当中 我们看到日本社会 它突然变得这么积极 它不是因为突然关心 本国小朋友的身心健康了 是吧 而是关心自己在海外媒体 心目中的形象 我总是觉得一个国家的治理 它根本的出发点 应该还是为了增进 自己国家民众的利益 而不应该是为了 在外国人那里树立一个好形象 因为海外媒体所关心的东西 不一定是你本国的最根本的利益 也不一定是你本国最应该关心的问题 那比如最近这个日本政府 在乌克兰问题上 在台海问题上 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 就丧失了本国的外交独立性 基本上每一个政策 好像都是要把日本民众 拖入一场为美国利益服务的战争 这种这么要命的事情 日本国内却没有人能把它拉住 而美国媒体关心吗 美国媒体很关心这个事情 它就是煽风点火 生怕日本不往火坑里跳 就像我在上周的视频里说的 这个北约国家 它不断的PUA日本 说你日本要积出钱又出力 才是我们的好伙伴呢 而日本政府和主流媒体 就是用这套话来PUA国内的民众 那说你看这个北约国家都这么说 那我们必须承担国际责任 不然别人就不喜欢我们 而我想对于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来说 海外媒体对你的批评 还是对你的赞美 那你都需要去辨别 哪些是自己真正的问题 哪些只是别人在PUA里 这个要完全做到的确很难 但是我们独立自主的国家 不能够放弃我们的努力 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吧 是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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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